我們看到一家公司三十九年前 這個韓國執的會論 經過我們的南蘇的時候 沒有設立擴大很低密 這幾十年來 現在變成孫大跟這魚仔的房子 生態是很豐富 不過最近有創水的高年發言說 當時的尊心怎麼有添油出來 今天會主持韓雲無量 三十九年前在南蘇 北臺灣只剩三十九年前 有頂準今晚全新等著兩過 全新跟全村 都發辦過程的生活 也有很多脈絡 也有很多魚類在這裡 採血 變成國際地名的 藏水經典錢 一到夏天 其實不就要藏水的人 來這裡藏水去上 不過日北有藏水 高年發言長期的準備 部分 開始創出油屋 更普遍海邊 更煩惱會流出更多油來 臺灣廣播求表時 目前要在調查 聽準老油領著要通報汗油 報有數 一旦老油面接口臺 就開動汗油五點應變處理 我們有接貨沉船肉油的消息 那目前正在進一步了解 沉船的位置 還有肉油的狀況 還有它的這一個範圍 那我們也同時有跟海包署來聯繫 第一個這段是韓國磯的 保留以後會論 有一萬活動 因為台磯發聲到達有三十九年 環保求表時 要找到全公司來處理 可能有困難 不僅先感控 比面老油口袋 記者綜合報導